早晨各位,歡迎大家來到VNWare和Samsung火牌 今天早上的Webinar 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講關於現在很多不同的公司和企業 都adopt了一個新的Working Environment 在這個新的Working Environment裏面 究竟大家需要配備什麼軟件、硬件或者不同的Policy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SamsungWise和VNWare Lincoln 為我們介紹更多關於這類型的資訊 我首先有請VNWare Lincoln幫我們講講VNWare的產品部分 好的,謝謝Shirley,各位同事總臣 剛才Shirley也介紹過,我是VNWare的EOC的SC 我叫Lington 今天我們還有Samsung的同事Wise 大家都看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最重要就是圍繞我們公司的一些Mobility solution 首先要講講背景 我們很多客人都採取一個所謂的best of the breed的企業 這個企業是怎樣的呢 當你有一個Mobility solution 或者我們現在所謂的Mobility BCP plan 很多時候需要選擇一個可靠的器材 一個在市場上有營受性的MDM solution 再下來就是在我們企業或者公司裏面 我們一些所謂的productivity application 在這個好的BCP plan 方面 其實這三樣東西都缺一得好 今天就有市場最好上的Samsung 和我們VNWare的Workspace 就跟大家講講究竟我們夾帶著Samsung 這個Nox的 hardware 加上我們的MDM 可以幫助大家 去增加大家的productivity 好了 那 BCP 很多時候傳統來說 大家想到BCP 就是想到DR 例如火災 或者天災 可能那個Data Center 可以把整個儀式的儀式 可以把整個儀式的儀式 但是其實現在在我們Samsung 或者VNWare 我們那裡看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已經將整個BCP 是重新定義的了 第一 我們就是講任何器材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在我們這麼多同事 其實不一定是 在某一個儀式的儀式的儀式 但是現在的潮流 或者趨勢都轉了 大家手頭上都會有一些 手機 例如是Samsung的手機 Samsung的Teknet 那麼我們VNWare的技術 如何可以配合到Samsung的Locks 其實我們第一 我們可以用我們Workspace Runner 去管理Samsung的遊戲 跟它們一些 核心特殊的Locks的管理性 另外 Samsung也都投入了很多 R&D的資料 和我們VNWare的R&D的組織 將Horizon 拆開到它們的Locks的功能 就會給大家一個非常好的 User Experience 所以當我們講到BCP的時候 其實就是可以在任何器材 任何網絡 任何網絡 任何時間 你可以用 手機的應用程式 或者是PC的應用程式 都可以 那麼 BCP 我們剛才說了 現在最主要不是應對 Data Center 的方法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可以幫大家 可以創造一個24小時的 手機的環境 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 大家都可以應對 我們不要再說 有這些突發的情形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實 WELFAM HOME 或者不在辦公室工作 應該是變成一個 我們所謂的 一個新的常態 所謂的行程 不需要再說 在某個突發的情形 我們才需要 啟動BCP 我們應該將BCP 其實變成一個 所謂的行常 IT的 policy 或者我們的 環境 去支援這個 那 在乎我們那個Mobile 我看到 其實BCP 我們會做到什麼 第一 可能就是 會同事有 BYOD 即是自己拿自己的手機 去做公司工作 在手機上 我們發覺 其實最主要 就是要用一些 合作的工具 好像現在大家在用 Zoom 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 會有很多 一些團隊的工具 例如 Office 365 用我們即時開會 即時大家在網上 去修改這些 證據 例如現在我們在看這份 PPT 其實就是當日我和Wise 就是通過一個 團隊的工具 去做了今天的PPT 之前我們都未 即是面對面的 今天是第一次 所以其實 這個就是 我們一個實際的 使用案 再來就是 會是 我們所謂的 一個 behind firewall的 一個 很多時候 我們會在公司 已經有一些 網站 已經做好了 但可能 之前 一定是在公司 自己的 Internal Network 或是經過 Wi-Fi 才可以 通過 vmware 我們就可以 把公司內部 的資料 Mobilize 到4G 5G 或是Wi-Fi 就是用 VPN的 到最後 就是 今天 Wi-Fi 會多說 如何在 Logs 實現 VDI 的 我們有一個 好的 用途 就是 VDI 是放在公司的 Internal Network 你希望 通過 Samsung Logs 去開啟PC Desktop 中間可能會經過 我們剛才說的 一些 公用 使用 Network 我們會 加上 LBPN 去保護 Data Transfer 當時的 Data Security 這就是 一般 會 主流 看到的 Use Cases 剛才我們說的 Use Cases 其實 很容易 實現 只需要 有 Workspace 的 Samsung Logs 的 不僅 很方便 去使用 另外 我們還可以確認 它會有 Enterprise Grade 的 保護 VDI 和 Mobile 保護 Nox 好 我們說一說 我們如何 將一部 機器 由 它未受管理 或者未 Enable 在一個 Digital Workspace 我們如何 將它帶入 Management Cycle 或者 Enable 它的 Productivity 最主要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Nox 很獨特 很重要的 功能 我們看看 PPT 最右手段 第四個 項目 Nox Mobile Enrollment with OOBE 甚麼是 OOBE OOBE 其實就是 一個 所謂 Out of Box Enrollment Samsung做了甚麼呢 就是如果你買了一部 Samsung Nox 手機 而你們有將 Nox 手機 通過 OOBE Console 登記到 Workspace ONE Console 之後 當這部機 送到 我們end user 手上 它一開盒 它拿回來 其實是 完全沒有開過 當它一開的時候 那部機 就會自己 懂得 然後 我們會將所有的 Applications VPN的 Policy 或者是 你需要 強制有 Device PIN Zoom 或者其他 Collaboration Application 都會馬上 推動到 User 手機 這個 就比較 適用於 我們所謂的 Clockpad 的Device 另外 其他 你見有兩個 Callup 就是有Container 和Google ID 譬如 如果 OOBE 是BYOD 其實 我們會 Enable 一個Container 在 BYOD 機上 我們會將 公司 Enterprise Data 全部 放在 公司的Container 而公司 都可以 全權去管理 這個Container 但是同一時間 PIVACY 是我們很 關心的 Element 我們 就會 確實 MDM 會不會 觸碰到 個人的 資訊 這個就是 我們 A moment 的情況 再說回 剛才我們 說的兩個 Case 例如是 BRLD 我們可以想像 同事 帶一部BRLD 機去公司 其實就是 好像在BRLD 隔了一塊地 這塊地 就是公司 全權負責的 但是 在這塊 公司的地外面 其實就是 員工 或者 staff 自己的Personal 的Persona 這個Personal 或Persona 公司 是觸碰到的 所以我們會 公司的屬地 我們叫做 Work Proval 而員工就是 這個Work Proval 外面 其他所有的 私人的 Application Data 這個都是 員工自己 全權去管理 另外 在我們 所謂公司 派機的情況之下 Company Owned 即是 Enterprise Distribute 一些 我們會有兩個Case 一個就是 我們叫做 Fully Managed 這個Case 最主要就是 我們會用一些 Line of Business 的Application 一般來說 BYOD 就不會 跌入這個Categicum 因為 BYOD 很多時候 走回Zoom Email Work 我們不會把 那部機器 變成一個 Special Purpose 的一部機器 譬如去到銀行 或者去到零售點 或者去到零售點 你會看到 他們會有一些 Hand-held device 其實就是 會設定 只能行一些 公務上的 Application 這個 就會通過 我們所謂公司派機 Fully Managed 的Mode 去做這件事 最後 有一個叫做 Cope Company Owned Personal Enabled Enabled 這個 與BYOD 黑黑相反 但它提供的功能很類似 BYOD 就是員工自帶手機 COPE 其實就是公司 派一部機器給員工 這樣 它就會滑一個地 給員工 使用個人的資訊 這個正好 與我們BYOD 的做法 可以是相反 地權 相反 但Enabled 上面的 Application 就會是一樣 這個就是我們三個 Android 一個很主要的 所謂的 Word Profile Word Manager 和COPD 的一個 scenario 好了 你會看到 Company Owned 我們就會是 Word Manager 另外 會有一個 Word Profile 就是行回公司的App 其他在Word Profile 外面的App 就是我們個人的App 這個就是 COPD 另外這個 你會看到 VMware 其實會有一個 Mode 我們叫做 Launcher Mode 這個Launcher Mode 可以 together with Fully Managed Device Mode 我們就會限制 這部機器 可以 可以進行到 哪些公務的 一些 Application 好了 我們說了這麼久 說了 Divice Size 他們的 如何做 Envolvement UROD COPD 的 究竟 我們的 Workspace ONE Unified Enport Management 可以怎樣 幫到大家 大家剛才有看到 我們有提到 OOBE 這就是屬於 我們所謂 Phase ONE Active 這部機器 如何可以 接入 VC CYCLE 另外 會做 Configuration 例如 我們會放VPN 會設置一些 Password 的 Policy Security 我們就會 together with Nox 因為 Nox 會在 Generic的Android 上面 再加上 一些 它們自己獨有的 一些 Security 安全的 保護 DinaWise 會給大家更多 詳細 當這部機器 已經準備好 可以去使用 用 派出了 App Nox Makesure Data 安排 之後 我們會做一些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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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平時 檢測一下 你的手機 有沒有不安全 有沒有 軟件需要更新 會不會有新的 應用 或者 會不會有新的 內容 網絡 需要經過 VPN 給大家 這些都是屬於 日常的 管理 任務 到最後 會經過 Google 去 企業 大家可能會覺得 Google 企業 很順利成章 但其實 在 我們現在 這個 Next Generation 的Google Android 管理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 所謂 Google Trade 商業 的一個 版本 我們跟我們 個人的版本 有什麼不同 個人的版本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公開到Google Play 任何的 應用 例如 Awise 有些應用 例如 WhatsApp 他可以在個人 Google ID 例如 Awise 他在他的 手機上 他是 DOD 他有一個 Word Profile 裝在裡面 Word Profile 其實就是 運用另一個 Version 的Google Play Store 我們稱為 Google Play Store for Business Google Play Store Google Play Store 就是 由 MDM 控制 我們會 暗記了一些 Applications 只是我們覺得 你需要在公務用的時候 才會放上 Google Play Store 例如 我只是 允許 Office 365 或者 VM 你只能放到 App 不如 你需要用自己的 App 就要出 工作功夫 外面 用自己的 Google Play 去設置 還有一件 事情 有機會 會有同一個 App 出現 兩次 一個就是 由 Nox 去控制 AirWatch 另一個版本 就在 公務 公務 也會用 私人 也會用 我們會用 剛才的手段 通過 Google Play Store business 和 personal 做法 去分析 data application policy 和管理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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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剛才我們都說過 其實 Nox 是Samsung 一個 Target Android Enterprise 的Solution 其實Nox 的Solution 有了很長時間 甚至 現在 我們看到 所謂的 工作模式 和管理的概念 其實 很大部分 都是 Samsung Nox 這個概念 所以 大家有 追蹤 Android 的 技術 大家可能知道 七、八年前 Samsung 已經出了 Nox 的技術 現在我們再配合 Android For Enterprise 在Nox 上面會有什麼不同 Android For Enterprise 它有自己的 container 你在Android For Enterprise 上面 運用Samsung Lox 其實你會看到 那個 工作模式 會再多一個 Samsung Lox Logo 或者 Powered by Lox 即是 On Top Of Android 再加了自己 一層的 對我們用戶 有什麼意思呢 譬如 我們有些客人 他們想去選擇一些 再安全一點的 Device Endpoint 其實Nox 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你說 喂 如果我在外面 就是選擇 其他一般的Android 很多時候 他們的 Security 或者 他們的 Protection 都是 大家差不多 因為 很多品牌 都沒有 還有 做 管理 或者 安全 如果你想選擇 一些比較 安全的機器 Lox 就是我們的 好選擇 剛剛 Wise 說 這版 很重要 很重要 的 因為我們 在這個 最後 我們 就會有一個 遊戲 沒錯 Wise 很 好人 就會 送一個很豐富的禮物 給大家 我就不說什麼禮物 這個禮物是 我希望大家 要留意 要留意 二頁都要聽 這一頁 更加要 記三個 三個 對 我們有九個 你記一三五又可以 二四六又可以 待會就快一點 可以看 沒錯 因為我們玩遊戲 正所謂又快又準 快又準 快很準 對 這個 我想大家 看過 很自然 很自然 我都不想 怎麼說 總之 你記了多少 你就記了多少 哈哈 哈哈 這個就是 我們所謂 如何保護 應用程序 我講一點 應用程序 就是應用程序 層面上的 保護 譬如 我講第一個 Password Policy 這個Password Policy 就是當你開了應用程序 它會問你拿一個PIN Code 這個跟Device PIN Code 是分開的 即是說 如果你又有Device PIN Code 又有Application PIN Code 你就有 雙重保障 那麼 別人就算是 你用一個 一二三式的Device PIN Code 你撞破了 它也未必會撞破到你的Application PIN Code 這就是我們App Security Policy 那麼 另外 我們會 譬如你說 從我們VMware 或者是Together with NOX 我們有什麼 Security Policy 的建議 你知道在NOX 我們有 我想 每一千 都幾百行 一些Security 的設定 那麼 這些可能就是 我們一些 所謂 最初開始做MDM 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 Return on 一些MDM的 Security Policy 例如 剛才我們說 是Device PIN Code 要Return on Escryption Not only on 這個Device itself 可能就是 插進這個Device 的USB 我也想 Escryption 再來 可能會檢查 OS的 Requirements 用GPS 看看一些 公共的機器 會不會 在一些 不應該出現的地方 諸如此類 這就是 我們 MDM 上面的 一些Policy 剛才我已經提到過 若果是 BYOD的機器 這些MDM 或者剛才我們說 Application 的Policy 只會發生 在 WorkProfi 裡面 我們不會去 控制 大家BYOD 那邊的Application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我們Privacy Logs 和WearWare 做得 非常之 徹底 和原理 好了 這裏有少少 描述 例如 描述 這裏有少少 描述 描述 例如 第三 第四 這些 操作 通常在 PC 層 的 Endpoint 或 Lap Pop 才會發現 因為這裏 是要建立 硬件 為何我們經常說 Nogs 的 功能 是 重複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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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而 Samsung 沒有這個能力 大家才會覺得奇怪 其他廠 其實在 硬件上的 保護 暫時 沒有 Samsung 做得不好 我相信是沒有一間廠 有相類似的功能 但 YZ 會和我們 講多些 Nogs 在硬件上的 保護 好了 我們講了 Hardware 講了如何保護 Application 的 Policy 我們其實 VNware 的Workspace 會提供一些 productivity 的Application 最主要 我們會有 Boxer 給大家收到E-mail Web site 去到我們 的Web site Content 就是 我們有一個 Jobbox 例如 公司的Sharepoint 或是 Office 三年 的OneDrive 都可以 interview 另外下面有兩個 Horizon 另外一個 就是 今天我不做Horizon 的Demo 我有Horizon 做 因為他會在 Nogs 給大家看看 BMW 和Nogs 如何可以 interviewHorizon 和Nogs 給予一個 非常好的 User experience 最後一個 我想提一提 就是Tunnel Tunnel 就是 可以跟 Web 搜尋 甚至 可以結合 Horizon 如果Horizon Horizon 和Infrastructure 是放在 Internal Network 其實外面 內容是不能去的 我們便會通過 VPN Tunnel 去 Enable Wise 另外 很多時候 我們 BLD 一定會有 Collaboration Tools Boxer 其實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這裏 和Nogs 有一個共通點 Nogs Certification 就是 For Security 而我們Boxer 亦是市面上 一間 取得了 Mobile Email Client 的Certification 所以 如果你在Nogs 上 Boxer 可以說 是最安全的 方法 去收發 Mobile Email 好 這個就是 我們一些 Apply 在我們所有 大家看到的 Workspace 的Application 為什麼 我們可以 Apply 到我們所有的 Application 因為 我們是有自己一套 的SDK 所以 任何 VMware R&T 的Application 都會有 我們看到 一些 Equipation Authent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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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ction DLP 以及 End User Privacy 的 Policy 所以 你說 我用了Boxer 然後再用 Web 或者Content 其實我們可以 預測我們是 同一個 Level的 Application Policy 好了 這就是 我們要再製造 NIP 的 Compantat Criteria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到 Compantat Criteria 因為 NIP 其實就是 美國 特意有一個 部門 做一些 National Information Assurance 的Program 這個 其實就是 他們會負責 一個比較 Global的 Organization 就是Compant Criteria 所以 Compant Criteria 你可以想像 像聯合國一樣 最上面 下面 就會有美國 美國 其實會用NIP 這個主席 去參加 Compant Criteria 一些 Security 標準的 制定 和執行 好了 我們再看 我們經常都說 Dulogs 去 Integrate 你看到 我們會有 一個 Nox 手機 在我們左手邊 去裝好 我們所有的 優惠 的 Application 我們可以通過 我們的 Workspace 1 就會有一個 Security 所謂的 Device Truss 檢查這部機 然後 就會讓你 去用一些 無論是 In-house Logs 的 Application 或者是Cloud 的 Application 我們都可以做到一個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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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我們整個 highlight 即是高級的 環境 另外 我們又會 再講一講 大家經常想著 那部 Logs的手機 可以收到E-mail 和Zoom 可以變身 變成了 一個 Laptop Dex Dex 就是Desktop Experience 你看到 其實 那個 設置是怎樣的 其實我現在看到一個 設置 可能 是否要一個 影片給大家看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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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說 在設置上 我們基本上 今天就有 一部手機 這個是另一個 因為我們已經 設置了 那些 我們有一部手機 基本上 就搏著一個 好像USB Hub 的東西 接著連回HDMI 其實就可以 將電話 變成一個 好像PC Lite 的experience 對 沒錯 今天我們 除了有BBT 是有Live 好啦 其實很簡單 當我們 將 Samsung Loss 手機 一連在 當局 剛才 Rise 就自動 變成 Desktop 就會把 Android 整個畫面 由一個 很 手指 去 的 User 就變成 Desktop 最主要 就是用 Mouse Ponting Device 去 Samsung Dex 即 面芯 Samsung 就好像 變成一個 Windows 的Theme Client 可能 這件事 好像說起來很簡單 其實我們 兩邊的R&T 都擺放了很多 App 去 更加 因為 如何 立即跳到 Horizon的App 或者令到Mouse Ponting Device 在VDI 裏面 做得好 這也是需要 努力的才能有 原定效 好了 這些都是 Highlight 接著 離開 半個小時 我會 交給 Samsung 同事 Awise 幫你 講講 Android Lock VDI 交給你 Awise 好 麻煩 我應該都看到畫面了 Hello 我是Awise 負責Enterprise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Senior Manager 今天很開心 可以和VHenware 一起 去講多些 Enterprise Mobility 因為我想大家都 經過不同的事情 都好 其實都會感覺到 remote working 那一件事 會是新的常態 不單止我們 這樣說 很多不同的Vender 包括我們的 Google 那邊 其實都有很多 Metting a New Normal 那些 口號 也不單是一個口號 而實際上 真的 是一個必須 無論是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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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可以看到remote working 配合Horizon 其實那個 features 可以出到什麼 效果 而另一件事 首先 在 Demonstration 或者介紹 Horizon 和Samsung 結合的features 之前 我們會說 在我們headquarter 和不同的research 去拿到remote working的數據 或者一些market data 例如 如果在我們headquarter 來講 根據insight 這個research 其實已經講到 不同的workers 按一個remote working 以及用smartphone for everyday work 其實已經是一個大大大趨勢 好像Lincoln剛才都說 其實用一部手機 其實已經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 那其實有沒有必須要有一部PC 或者一部Laptop要更新 想像如果 譬如說 真的很mobility 的時候 可不可以用一部手機去replace 這個的確是 我相信很多人會去考慮的事情 其實手機現在很powerful 大家很多時候 可能玩很多遊戲 等等都會在platform上 其實欠的東西是什麼呢? 欠的東西是 input得夠不夠快 所以 為什麼我們 剛才Lincoln說 Dex 會是其中一個 我們會去著重的技術 其實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而另外 on top of covid-19 這個情況 其實看到的就是 按一個global的IT spending 其實有機會會 drop 但是 根據一個IDC的 一個blog去說的那件事的話 就是global IT spending 未可能 collided with the business 但是 在同時 其實 on remote working 會是一個 opportunity 的 所以 我想這也是我們要去 留意的 情況 我會說 Samsung Dex 是什麼 來的 VMware Horizon 其實可以 generate到什麼 work from home 或者 remote working 的 ideas 首先 Samsung Dex 是一個什麼 其實 Samsung的一些 flashship 手機 比如S20 或者Note 的系列 其實是會建立了一個 Samsung Dex 的技術 當然我們有些 TabTab都建立了 其實簡單一點 就是將一部 本身在這裡的手機 透過 連接了一個USB的hub 這個USBhub 可能好像我現在手上的 會延長多些USB 接著會駁一個HDMI 而好像這幅圖上的顯示 配合鍵盤 我都帶了在這裡 鍵盤 還有按鈕 OK 其實我隨時隨地 anytime anywhere 都可以 access到 好像一個 desktop-like experience 在我們的角度 為什麼要設定 Samsung Dex 我們覺得 在remote working situation 在不同的industry 都會幫到手 第一件事 就是technic communication 可能有一些 的situation 就是 我用SIM卡人 駁回VDI 我們會推薦 vmware horizon 和vmware back-end VDI 像是 你用一部手機 就已經做到 你的corporate work 同時 處理你個人 個人的需要 這個我們會覺得 是technic communication 另外 Videoconferencing 其實大家未必知道 其實 我正在做一個 Zoom 的VC 例如在做 screen sharing 全部 都在我的電話上做 OK 等一下會 展示給你看 不要騙你的 你等一下會看到 那些interface 所以如果按一個 VC 這麼 popular的 情況 的話 不需要 一定要大部 laptop 用你手頭上的 手機 可能在做 VC 製作 工作的時候 在旁邊 用VDI 其實是一個 One device for multipurpose 很大 好處的 一個 scenario 另外當然 有些 教育 都在問我們 如何在 remote work 裡面 或者 remote education 做得更好 我想前幾個月 很多老師都在問我們 這個問題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 應用到的情況 另外 例如按一些 co-working space 當然在疫情方面 去回復 但是其實 co-working space 之前也有 approach我們 去談 如何將他們的 Digital workplace or office workplace transform 變成一個 更加 modernized 而更加高 更加 flexible 的 workspace 所以 co-working space 例如 WeWork The Desk 一定是一個 去使用 使用 更加 remote 更加可以 collaborate OK 講了很多 On the application 裡面 我們也講 Samsung Dex 其實是一個 customize 了的 desktop experience 我們有不同的 apps 這些只是一些 例子 Full list 放在web上 舉個例 其實不同的 office application Office Suite 都會 support Samsung Dex optimized VMware Horizon 就更加不用說 待會我們會 展示一些 features 你就會知道 optimized 到什麼程度 另外VC 現在因為我都在做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都optimized 加上其他 一些 business sams apps 都在做 舉個例 可能這些 會是一些 例子 可能好像 最左邊 最左邊 的 Mobile Professional Setup 另外 可能是中間 好像我剛才說的 share space 的setup 但不要忘記 其實按一些 field service 如果你是有 field workers 或者field force 其實是會 舉個例子 拿著一部手機 去做一些 site inspection 然後需要 產生 report 以往的做法 就是可能要 鑽上手機 然後synchronize 但現在來說 其實你是可以 一部手機做到大 當然 到最尾 假設field force 要回到 corporate 最安全的環境 當然是 VDI 所以 我們急不特待 不如就 short show demo 你看到畫面上 我現在正在用 slideshow 讓我先避免了 現在來說 其實我是在 Samsung Desk 的環境 正在找一個 PowerPoint 的slideshow 我 減少了它 你就會看到 我們zoom的畫面 好 ok 其實 在這個環境 你會看到 其實是一個 multi windows的環境 所以我剛才都說 我沒有騙你的 我真的在用我的手機 撥出來 但你會發現 有些不同的 就是我的apps 其實它會是 好像是optimized 還有 我現在要拿著 手機去做 譬如說 舉個例 我要進入 那個browser 的話 我按下去 這個samslides 也很 跟touch的interface相似 你會看到 在這裡有一個browser 我可以放到最大 然後可以在這裡 看看不同的網站 一個普通的browsing 留意 我現在做的東西 是Stand alone 我還沒有做VDI OK 其實在這部手機 已經做到這些功能 另外 舉個例 可能我這裡 會開一個 word 檔案 可能我有一些notes 要去抄 其實我立即可以 現在 就去 Speed Suite 聽到我的鍵盤 按一下 鍵盤的 shortcut 我立即可以在這裡 選擇整段東西 放進去 放進去 OK 我等慢一點 因為我看到VC 有點遲滑 OK 你看得到 其實我 就透過做一個簡單的hotkey 然後就 左右copy and paste 但其實你要記住 我現在不是在找兩個application 在同時 我在找還有一個powerpoint 還有一個zoom 我們這次的demo 我們在找到四個application 但不是 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 VMware的horizon 我們已經連接了下去 其實 你會看到 我可以在手機裡 把我的corporate environment embrace 剛才我做的所有的 開browser 可以是我的personal related 但是 進入corporate 的時候 我就進入一個standard Windows 10 的environment 而可以開 不同的application 例如 例如 公司已經裝了一些 公司的application 可能已經有些template 可能是一些 公司related的asset 這些東西 抄不走 不能拿到screenshot 我可以放大它 好像很lative 我這個mouse的cursor 是沒有latency 當然過了zoom之後 你會感覺到 為什麼zoom那邊會遲了一點 你會看到 這個是直接在電話裡做的 也可以做到multi windows 是在VDI的windows 10裡面 再做speed screen 或者舉個例子 可能老闆過來了 假設這樣說 我要立刻hike了些東西 OK 全部的hotkey 是可以全部吃到 就要確保 是一個complete的desktop experience 甚至 例如我按下去 Windows 10裡面 舉個例子 可能有其他的mobile 駁到VDI 是可能不single click的 即是很touch interface 但我們其實已經 optimized 到是一個complete的desktop experience 你真的要 double click 所有的white cake 全部吃到 我們為什麼要去share Samsung Dex的效果 其中一件事 就是當我們要說 VDI的時候 那些users 能否覺得 其實跟local是沒有分別 和那個experience 是跟用PC是沒有分別 那一件事很重要 影響到究竟 否是 可以看到這個 會去share Samsung Dex 的情況 讓你感受到 讓你感受到 那demo 再到這裡 我們還有一些功能 其實是沒有顯示到的 例如 其實它可以 即是 教do not disturb 當你dex了之後 或者我們配合 NOX的技術 有一些field workers 的case 一搏 Dex的時候 自動 會開VDI client 可能VDI client 已經進入了 那些 domain 那些東西 做了一個 Auto sign on 或者 有些 additional features 我們沒有做到的 這個也可以 給你資訊 那 特別 我最後 在完結Dex 這個section 之前 說了一件事 那你會問 如果我在一個環境 我沒有鍵盤 我沒有Mouse 那怎樣去 操作整個 VDI的情況 你真的 進入一個 這麼 ad hoc 突然之間 要連接VDI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手機 是有一些功能 設定了 我們可以 temporary 將手機 暫時 幫你當作是 一個 touchpad 這個是我們 built in 了的功能 所以到時 你的VDI 就算沒有鍵盤 在手 你都可以 暫時用住 touchpad 去operate 這個也是 其中一個 的 workaround 這個功能 我真的說 這個功能非常之好 因為剛才說 我 說 你不會 經常拿著 麥克風 拿著鍵盤 周圍走 但突然坐下 我真的有個 螢幕 我有個 體育師 可以 直接把電話 變成 電話 變成 一隻 麥克風 其實我 將 麥克風 變成 電話 變成 一個 管理器 就可以幫我 去 reliberate VDI 好像 我的 麥克風 所以 在 Mobility 我們都會 想像 其實來 PC 或者 Lugtop 那個 情況 會慢慢 增加 更加多 所以 當有更多 的 應用 更加 Rely on Mobile 我們會覺得 更加重要的是 如何 保護 和管理 所以 無論 不同的 IDC 報告 或者 甚至 WFH 的 情況 其實 IT的 security 和 Mobility 的 Management 其實是越來越來越重要的 Honestly 所以 這部分 我會說 關於 Enterprise Mobility Wilmware 的 Workspace 一起 有什麼 unique 功能 大家會感受到 首先 先說 BYOD 的情況 其實 With Samsung Knox 我簡單地講解 Samsung Knox 其實是一個 Hardware 和Software Integrate 的 platform 待會我們會講解 Hardware 和Software Integrate 而 Together VMware 因為是一個 App的 Framework 所以是一個 Hardware 跟Software Integrate 的 Samsung 手機 本身 Personally 都會有 Container 的 當然 Container 是 一個 Personal 是 Advanced 可以設定 就像剛剛 Lincoln 所說的 兩種不同的 Apps 左邊 是一個 Corporeal 右邊 是Personal 但是是同一種 Apps 會有一個 鎖 或者有一個 Secure Folder 舉個例 例如我 左邊 就會有 一些 Personal 的 另外 右邊 可能是 Werk 的 Album 網 或者左邊 右邊 有一些 Apps 在Personal Samsung North 層面 都有 但是 On-VM 方面 好處 會大力更多 第一件事 就是可以處理到 BYOD 器 之外 Enterprise 也會處理到 在Container 安排後 有 Home Screen Launcher Apps 真的可以處理到 2 devices 1 一個 Handle Werk 和Personal related 而 Samsung North 層面 是跟 VMware Workspace Container 的 Technology 是 FULLY Integrate 它會 使用Samsung SDK 去 Leverage Hardware 所以 Container No Leverage Leverage No Leverage No Leverage No Leverage 都可以儘快 儘快 其中一件事 就是 Enterprise 會是一個 大挑戰 剛才 Lincol 也有說過 有一個 OOBE 的 而這件事 剛才說的 是一個 Game Changer Honestly 第一件事 就是 因為 VDI 也好 或者 VMware 的角度 其實後面的 後面的 所有東西 都是 FULLY ONDEMAND 你要修改的 其後的東西 其實效果 立刻 立刻 但問題 以往的Bottle 是什麼 以往的Bottle 其實是在 Device Device 永遠 提供這些改變 其實不是很自動的 舉個例子 提供了改變 之後 我又未博通 Network 或者我未開箱 接著 就要叫IT 去Manually 去Enroll 我知道 VM 已經做得很 叫做 很automated 儘量 User-friendly 用QR code 的CAM 已經立刻可以Enroll 因為我有一個客人 正在用 但是 到最後 有時候是User 或者是IT 其實都會有很多挑戰 如何確保 我可以Enroll 以及 確保 因為很多是User 其實 沒有Enroll 但是 其實他們 用在工資的資源 就會 提供一些 安全的 關鍵 所以 OOBE 其實是一個 game changer 我們認為 是真的 而 也舉一個例子 雖然 我見 就是 On the list 都是一些比較大的 協助 但是 之前 有一些 start-up 如何舉個例子 我不特別說名 是做外賣的 是做外賣的 但是 人手 不是 那麼多 不是一條 全的IT team 怎樣可以 remote manage 這麼多的器材 大家可以跟隨到 這個guide line 其實他們要透過 一個OOBE的技術 除了Enroll 之外 他們就想到一個 更加 inspire的 idea 就是說 如果OOBE 是本身 factory reset 之後 其實是回復所有的 setting 是會安裝好所有的 東西 那我就可以做一個 Sell-sept IT 你想像一下 如果它只有 五個人 是去做 operation 但是它 有200個 OOBE 其實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 deployment 的方法 去令到它 是scale up 到那個 所以 OOBE 是一樣 其中一個我們很想 去介紹的 features 另外 譬如說 除了 container 之外 我們也可以 透過 VM 的Workspace 可以把 那些機器 變成一個 kiosk mode single purpose 的 的 device 譬如說 在VTEL 裡面 就可以直接 顯示出來 不會經過 按照 都是Hardware 和Software 的 而 在這個位置 我們也想說一說 就是 譬如說 on the enterprise 的 device 其實不知道大家 我知道 有些朋友 都是來 IT 那邊 有沒有留意過 其實有些 用戶 會入了 Google ID 然後 鎖死那部機 接著 交給你IT 但是你找不到 那個人 或者那個人 舉個例子 可能離職 或者他說他忘記了 其實你那部機 就基本上 很快 那 那 要怎樣去 take care 這些機 很簡單 找Vender 甚至Samsung 我們也是這樣做的 那 就要證明你的 proof of purchase 你拿這個 proof of purchase 送到我們 Service Center 大概兩三個禮拜 就會解鎖到 那 很麻煩 如果有些 同事 這麼 失敗 進入了Google ID 鎖死那部機 你基本上 是還原不到 那部機 給別人用的 但是 Wilmware Werkspace One 和Samsung Nox 有一個轉機 OK 我們其實是可以 將它強行 reset 這個我們叫FRP 這個Factory reset 的protection With Wilmware Workspace One 和Samsung 一起 我們是可以 在MDM背後 解鎖 是馬上解鎖 所以 那兩三個禮拜的 情況 不會再是你的問題 那這個呢 其實 我們都聽不少的 用戶說過 是很多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有些 Service Center 某部份 情緒 某部份 的proportion 都是你的問題 所以 坦白說 在你們的角度 最重要的是 一個 Fully Integrated 的platform 而是可以 解決到一些 你會想到 會令到你們很麻煩的問題 我們會想到 這個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沒有聽過 我希望你會記得 Google Factory reset protection 如果你用MDM的話 會是可以幫到你解決到 這個問題 特別是 Wilmware Workspace One 到最後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 關於 Samsung Knox 其實Samsung Knox 是什麼呢 我們不斷提起這個字 怎樣可以做到 Hardware 和Software 組織 其實Samsung Knox 是 所有的Samsung 手機 和Deplet 裡面的一顆chips 來的 這顆chips 會做一些 Data encryption Data isolation One time protection 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們會 有一顆chips 放下去 會做得到呢 其實可能其他的 企業都會說 我放了一顆chips 去改善安全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 因為我們整個 manufacturer 所有這些Samsung Knox 的chips 都是 directly 由Samsung 所以 end to end的 security 無論是你 Hood的時候 另外在 機的trusting 例如說 Warm upgrade 的時候 或者 不同的 EMMM 例如 Realmware Workspace One 為什麼會做到 detect 有沒有Hood的機 就是因為 它會跟Samsung Logs 那顆chips 會去做 communication 這些情況 我們都加入了 要確定 你有很棒的VDI 你有很棒的SaaS Apps 或者剛才 Boxer 是很好的 Apps 但是 如果在 Defined 的security 是未ready 的話 其實都是 implement了 一個security 所以 我們在 整個配套裡面 其實它的end to end chips 有multiple level 即是 Teleco 方面 我們就不說太多 但如果 其實按 Nogs 的cloud solution 的話 我們都會 其中一個 我們很重要的partner Realmware Workspace One 都是一個 collaborate 我們 Samsung Nogs的 一個很重要的cloud solution 而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去說 這些multiple platform 的security 是很secure 但是 要一些 一部分的research 一些機構 去認證 例如 IDC 很多客人會覺得 Android 的security 好像差一點 不太 但在 IDC 2018 它說 Nogs has elevated the perception of android as a secure stable and enterprise capable mobile OS 所以 Samsung Nogs 提升了 Android security 層次 而另外 在Gartner 2019 其實 按一個mobile security platform 我們在30個category 我們27個 都下了 strong rating 即是不僅是 middle standard 是very strong 所以 together 一個這麼secure的 vmware workspace 去做一個 device management solution from the cloud 或者on-premises 或者是VDI 在你的device from the front end to the back end 其實你都會有一個 很secure的platform 這個就是我們想 今天藉著在webinar 可以帶給大家的資料 資料或者信息 去到這裏 我們是否要停下來 有個Q&A 的session 是的 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在check box 那裏 給大家 幫大家解答一下 是的 在大家準備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做一做一個呼籲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遊戲 我們會問兩條問題 一條問題是關於vmware 一條問題是關於samsung 是的 其實剛才那些 都有一些信息給了大家 如果在check box 裡面答得最快 而是正確 我們不用詳盡 最快而是正確的話 最快的位置 就會可以在今天這個活動 得到一部samsung的galaxy手機 A8s 價值是3298元 我也想回答 我是小龍的 conflict of interest的問題 Anyway 在check room 有位同事 就是samsung 是 他說 我們的dex 除了在最新的samsung 設備上 有這個功能 在一些之前的版本 其實我們都應該會支持 哦 是的 其實 在samsung dex 由s8 s9 s10 都會支持 如果是 note8 Node9 都會支持 主要是 freshit 的產品 所以說的是 兩年前的機器 我們已經 執行了 這個samsung desk 另外 也是 討論 Samsung 他問 會不會在 Mobile VDI 會有 Key Stroke 的Delay 或者Mouse 會做得不好 但其實 這個問題 剛剛 Wise 偷看 其實這件事 真的 很依靠 我們 together with samsung 2MD 去optimize 那件事 你說 我平時用它 在desktops 去access VDI 是沒有問題的 因爲我們這件事做得好 那麼 在Lox 來說 你問我 可能 用其他品牌的Android 可能你會真的 experience 其實 剛才的Mouse 的Keeper 是不會有 所謂的Laynex 那 在Lox 其實我們 就 擺了很多 心 去延伸 這兩個 所以 如果你說 在我們這個 combination 你就不用擔心 Mouse 或者是 Wiking FK 不可以 FK 不可以 我補充一下 一個Vender 的角度 坦白說 VDI 的application 我都試得非常多 當然 我不能夠 賣太多廣告 我要 叫做保持中立 叫做 但是 On VMware Horizon 整個 experience 是我試過 其中 或者我可以這樣說 整個 latency 是最低的 當然 你在zoom 的 section 因為 Zoom on video sharing 或者on screen sharing 本身已經有 所以 你在VC 裡面 你可能會感受到 latency 或者 keystroke 但是 我去做 Copy and Paste 我Local 這邊 我就沒有問題 所以 如果 你手上 看看實質上 我們不介意 可能 你們 假設可以 面對面 我們可以帶 一些 展示 分享給你們 你會看到 整個 Copy and Paste Key Stroke 另外 一些 Speed Screen 的 Action 其實你不會 感覺到 太 廣告 因為 例如 都是看 一分鐘 如果 多於 40 至50 分鐘 你就不會 感覺到 像是 在 地方 但 剛才我們 整個 經驗 都感覺到 VDI Windows PC 就在我們面前 但是 在zoom 你未必可以 感覺到 最好的方法 就是 有一個親身的 展示 我們可以 我們大概 就回答了 今天 參加這個 webinar 的 同事的問題 他們問完問題 幫我們問問題 好啊 我也急不及待 因為 這個 都很重要 我看一下 在座 還有多少 都有差不多 50位同事 online 所以 競爭激烈 我建議大家 鍵盤 準備好 有什麼 就先打定 我們的問題 很快 問題來了 好 第一條問題 就是 在 VMware Workspace 1 列出 3個 Application Security Policy 的例子 第二條問題 要答兩件事 第一個 就是 你最深刻印象的 Samsung Desk VMware Horizon 的 Feature 第二個 B 就是 你最深刻的 Samsung Nostk VMware Workspace 1 Feature 有人正在回答 有人正在回答 但是 我們要回答 這裡有五個答案 即 Q1 你要回答三個 Policy Q2A Q2B 各有 各有一個 一個 要回答 還有 兩邊都要適合 所以 一定要適合 Webspace 1 我記得 很多同事 都答到 第一條 暫時 第二條 可能 是不是難一點 心想給一些提示 第二條 可能就要 等一點時間 不如我這樣 Speed Screen 給一些提示 對 剛才 Dex加 Vorizon 最正的 是甚麼 其實剛才 有朋友問 一條問題 也有問過 有些東西 有沒有延遲 呢 或者是否支援 鍵盤 的 小剪 呢 如果 Workspace 1 Lincoln 和我 應該都給了不少的 Tips OOBE OBE 對 另外 另外 就 嘩 我們看看 是不是有一位 做到 先看看 我們開始 有朋友已經回答了 好像 好像 你選擇 暫時就好像 答到第一條 很多朋友都答到了 哎呀糟了 是不是Samsung那個 太難回答 應該不是 好 我現在就看看 現在 我們就當 答完了 因為 現在 都沒有問題 我暫時未看到Q2 有答案 我們就看看Q1 究竟是哪位同事 先回答 我要確認 我沒有說錯 他剛才說了另一個名字 看另一個同事 那就不好意思 我又見到一位同事 應該叫做Anthony Anthony Yip Anthony Yip 你舉一舉手 還沒有開機 哈哈哈哈 那 Anthony 答了三個 第一題 三個答案 第一 就是 Application Password Policy 這個是中 另外一個 就是 Data Encryption 這個是中 就是 on top of device encryption 我們可以再加上 Application 再Equip 多一重 第三 就是Offline Protection 我先解釋一下 Offline Protection 其實它不是說 把Data Offline 做到Device 譬如 當你開 App 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時候 那個Device 會 report into MDM Server 看看 有沒有Comparance 或者 Lock 有沒有Data Offline 是 即是 如果你的手機 過往太久 我們就不讓你開 App 比如說 你開了Wi-Fi 你的手機 接駁到AirWatch 接駁到 那部手機 是完整的 是安全的 這就是 我們所謂的 Offline Protection 好了 我今天可以宣佈 Anthony 就會是 我們今天 這個 電話的得準者 我們會有專人去聯絡 因為 只要你的電郵 聯絡得準 以及你的電話 聯絡得準 我們會有專人聯絡 OK 好了 最後再多謝 再恭喜Anthony 多一次 另外 今天就很多謝 Wise 和我們 Samsungworks 的Technology 希望下一次 我們會再有另外一個 Setern 就是同一位 Setern 再講一些其他 我們VMware 和Samsungworks Samsung其他產品 去合作一些 新的Technology 那就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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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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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